大家好,歡迎回來《軍公開密》 我們這一節仍然有跟陳博士一起研究科技和軍務結合的事情 今天討論的話題也挺有趣的 我們今天講到一個宗,類似原子宗的概念 但是中國大陸近日銳意要突破他們原先的宗的限制 說他們現在的宗是追上了美國的情況 這跟我們叫Optical Clock,可能叫做光學宗的說法比較適合 現在的準確度在大大提升的情況下 當然會對他們的準確定位做得更好 那又會不會應用在軍事上 大家好知中國火箭軍的導彈應用上是很大範疇的 尤其是他們說打出大氣層,然後跌下來 然後攻擊航空母艦等等這些攻勢 接下來會有這麼厲害的鐘 會不會令他們針對美國海軍的部署攻擊更加上一層樓呢 那這個今天都是我們比較關注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跟習博士一起聊天 大家開始之前都記得幫忙訂閱我們NHK 和科學新知,也都記得幫忙給like 好,我們跟習博士聊天,習博士你好 Larry好啊,大家好 是啊,如果真的說到今天這個Optical Clock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進入光學宗 其實是不是呢?其實一向都有的東西 我經常理解的東西叫做原子中 其實它在裡面呢 第一,它的運作原理,為什麼這麼準確呢? 還有它應用了下去,例如說太空科技 尤其是我們經常說軍事武器 有時候都一看兩面的東西 那它的優勢又怎麼樣? 還有它最後跟美國的差距怎麼樣呢? 我們今天就討論這個話題 不過先我們給陳博士介紹一下 這次這個中國中 跟以往我們就這樣傳統認知的原子中等等 那個時計裡面的差距是什麼呢? 這樣的,這一事源就近日 都是在南華早報的英文 就是他們那些文章就有做一個專題 就報導回中科院 他們最近成功開發了一種新的光學原子中 其實都是原子中來的 但是它就更加要依照更多的光學原理 來幫它做得更加精準 大家可能都聽過原子中這個概念 裡面就用一些叫做Cesium的元素 講的是香港可能是公共運輸 可能是那些地鐵的系統 甚至乎那種天文壽司 如果全香港你認為要找一個最標準的地方 給一個最標準的報時 那就是天文台這些公營的科學機構 他們都會用到這個原子中的科技 來幫他們去頒布一個最精準的時間 那於是乎呢 人家大家對標 大家一起就以這個天文台來做標準 甚至乎我們都聽過呢 以前 現在就不用了 以前天文台是三時五刻要特意派職員呢 是帶著原子中的部件一起去日本那裡對標 是要教準的 令到他們確保了整個世界上保持著的那種 就是計時的系統 是最精準的 那你都知道的 如果你要測量這些很多環球的數據 就是細緻到它是局部的天氣 甚至乎更加廣闊地球的尺度 你要很精確地去定位 其實很多時候是跟這些計時的東西有關的 就是計時這件事呢 就不只是計時間 是可以幫你計得準的那麼簡單 最後是可以幫你量度距離 還有講座標都講得準的 這個又要用一個很簡單 大家基本的 有一點點的科學認識都能夠理解到的 你如果時間計得準 而同時間我們也都知道光的速度 也是一樣很精準的度得到的東西的時候 你將時間乘上光速出來的單位就是距離 所以譬如說我想量一下地球和月亮之間的距離 你就量一下將一個光射到月亮的距離 隔多久才能夠彈回來的那個時差 那個時差你如果能夠量得很準很準 再加上光速的話你就能夠將地球和月亮的距離 量度得很準 是不是? 所以這一種這樣的精密的計時 往往是使你對於時間和空間的精確度掌握 都可以大大提升的 那麼這裡又要提到在《南華早報》的報道裡面 它就特別強調了中國今次發展這一種新式的 其實它不是最先的 但是都是比起原本我們知道的那種Cesium原子中 更加精確多一萬倍 就用了一種叫Strantium 那個中文就是金字邊做思想的C Larry可能你也有看到過的 那是用這種Strantium的元素 它也都是再結合了激光的科技 就將它這一種Strantium原子中的技術 就做得更加精準 於是乎你就比起過往那種原子中的技術 就再上一層樓 而在報道裡面也都有提到 它是中國現在是計美國之後 第二個國家能夠掌握到這種Strantium的光學 原子中科技的國家 那個負責的機構就是中國科學院 然後裡面負責領頭的主持這個項目的人物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和Larry以往的一些節目 甚至乎我和台獎的另外一些節目呢 都提到 如果你說中國的量子運算 量子糾纏實驗的一個領軍人物 我可以都覺得是這個中國現代的那種量子科技之父 就叫潘建偉這位人物 那他就領銜去 也都帶領這個用Strantium去製作這個新一代的 中國新一代的原子中科技的這個項目的人物 可以現在看到了 最簡單的我們就知道 中國在掌握這個精準計時的科技裡面呢 就是非常之緊隨其後 也是走進這個世界前列的位置 在這個報道裡面特別強調 就是有了這種科技之後 對於那個基礎科學呢 就能夠更精準地去掌握了 比如說呢 如果中國再建設一些去度 一些叫做天文上面重力波現象的那些呢 又可以精準一些 建設一個更好的實驗 另外呢 再去度一下一些 譬如跟天文有關的東西 這樣都可以很準 那為什麼他說天文上的東西可以度得準呢 那有個數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運用了這種Strantium這種光學原子中的這種科技呢 它那個的誤差 是準到都嚇死人的 它就說每70億年才有一秒的誤差 大家想想一下 宇宙年齡是136億年 就是說在整個宇宙年齡裡面 它的誤差都是兩秒而已 哇 很掛誇 差一點 很厲害的 即是Larry可能你太小看電視 未必看到 我很記得以前一看那些晚間新聞之後 就是天氣報告的 天氣報告的前後是非常多中標廣告的 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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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那些很多名牌的標號 是啊 是啊 你數到很多隻的 其中呢 我都忘了是哪一隻標那個的口號來的 它就說 我們這隻石英標呢 總之 每五年 五年 五差少於一分鐘 即是 我在想著 是不是那天還是找著 那頭還是那些什麼呢 找阿奇勒基寶來去辦007那個時代的那個標的廣告 大約是那個時候 但是是不是那隻牌子 我就記不清楚了 即是說 如果你是80年代 你手上大約的標 五年 五差少於一分鐘 你已經是一個好標來的 但是現在那些標很容易達到這個精準度的 那現在你說那種最高最尖端科技的尺度 是這種Strontium的科技 是整個宇宙年齡以來 它只給了兩秒五差來的 真是誇張得很厲害啊 嘩 真的很厲害啊 所以呢 如果中國現在急起直追呢 就是陈伯仕 它現在去發展呢 就是這一種 其實 你說 當然去發展那個坦科技 就是我們相信是真的 就是這個坦科技真的需要這麼精密的儀器 但是很老實 你說它跟軍事沒有關係嗎 那它就不用扔這麼多錢去做啦 所以呢 這件事呢 我們這樣看 就是如果它做到這麼精準呢 其實它有些什麼特殊的意義呢 在軍事上 你說 它現在我們說到定位精準這件事呢 那我們就當然有想到很多東西啦 就是來導彈啦 那導彈因為牽涉到 它以前的導彈呢 最重要就是它爆得來夠厲害 就是爆得來呢 它的戰鬥部的爆炸的當量夠 炸得來的威力就嚇死人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年代不流行的嘛 這個年代流行的 戰術是要手術都這麼精準的打擊 那是不是就是發展到這一種的宗呢 其實會對武器的校正啊 或者他們在末端的時候呢 那個精準的打擊呢 那個提升呢 其實是不是又會有一個很大的提升和幫助呢 是啊 其實呢 在我們軍工開幕呢 那我就一會都想一下 盡力解少少的原理是怎麼樣啦 都不可以解到很多的了 但是呢 一定是 就是大家會不會都想呢 就是Larry 你都會問呢 其實這種科技跟那個軍工的東西 會不會都有關呢 我就只能說 很難無關的 因為你說到呢 你是那種精準的能力 尤其是說著未來戰爭掌握精準的那個能力呢 其實是 就是 我就會說 你很容易想到跟軍工的關係 當然他跟那些科學基礎實驗的關係呢 我就想著留給我另外一位拍檔 台長呢 就在他的節目那裡 我跟他講 但是呢 跟Larry來那裡呢 我是想看他的軍用那個角度 那大家都知道的 中國和美國有他們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統的 就是GPS和北斗 是不是 那那個精準能力呢 其實很視乎呢 你能不能夠在你的軌道裡面 修正到一些不差 那譬如你說 大家的衛星都在一個離地面某個高度那裡 那如果大家很記性 可能大家都記得的 你譬如GPS那些衛星呢 甚至北斗那些系統呢 它不是說全部在那個離地面同一個高度的 它有幾個是要特別擺遠一點的 有三四個是要這樣擺的 GPS有這樣做 跟著北斗也都需要這樣做 那它是有種大家的那種協同的能力 就是在這個setting之下才能夠最理想的效果 那大家不要忘記喔 在不同的高度的時候 它感受到那個地球給它的萬有引力強度是不同的 那這裡呢 又要認識一點點 就是那些物理的東西了 如果大家有聽過《廣義相對論》的話呢 你身處在不同重力的情況之下 你時間的流走的速度都有些不同 所以我就會這樣說 在那個離地面高很多觀點很高 離地球比較遠的那幾個的GPS衛星 它是會和地面的時差是更加大 所以運行得久的時候呢 高軌道一點和中軌道一點的那些這樣的衛星呢 是需要自己去大家再對標 就是對下的 那麼 好了 你要對標誤差多和少 你本身自己的儀器能不能夠 就是能不能夠量到這種這樣的誤差呢 那就是說如果你量不到的時候 你就容許更加多的誤差 累積更加多之後才去再去調整得到 但是現在你一旦有了這種這樣的 就是準確的時間科技的話呢 你是可以將你的GPS系統裡面的誤差 更加快修正 於是給出來的座標更加精準 就是說現在我不講中國 美國自己很多精準打擊的武器 是非常之依賴這種全球定位系統的 那所以大家想像到 如果中國去搞得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能夠令到自己的時間掌握更加精準 它的軍事打擊能力是不是自然也會提升呢 那一定是必然來的 你告訴我它不會這樣用 我也不相信 是不是 因為我們看到現有能力掌握到這些科技的國家 它就會這樣做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你都說得對 譬如你說這些導彈那裡 或者甚至乎是偵測也好 甚至乎接下來要發展一些 就是再是手術式的那種這樣的打擊能力呢 那你會發覺有了這個精準的計時裝置呢 就如虎添翼的 嗯 因為呢 如果我們講呢 就是美國當然一定會有的 就是還有呢 我們都賣少關子 但是講多一點就是 其實美國陸軍呢 他們最近呢 他們的project呢 那標案呢 他們那個 PRISM那支飛彈呢 那他們有一支新的反艦飛彈 據稱呢 是可以準確打擊到移動目標 就是我們講的反艦飛彈很明顯啦 就是你動的船艦 它走去打擊你 那但是這件事情呢 也都不是中國專美的 就是美國現在都在做著呢 那其實都是相對應是對中國那個海軍的打擊 就是它現在中國是說是第一大海軍的設計 那如果擺在中國這一邊呢 他們去做呢 我們不期限都會想的啦 中國人經常都說 他們那個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戰術 那就是說 你在說那些東風飛彈 那所以其實 什麼時候你覺得 他將它陷入去東風飛彈裡面 尤其是可能是高出音速武器 那令到它末端的時候呢 就是它能夠借助到呢 就是這一種的技術 那令到它在末端上很多東西 就是那個準確度和它 可能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機會可以幫助到 它對抗那些電子干擾呢 因為始終它在裡面的技術呢 就是量子或者很多不同的技術裡面 就是不知道它有沒有滲透一些的情況呢 令到它在那個武器對抗上面 尤其是在航母艦那裡 你覺得是不是又會再增加多些微的優勢呢 這裏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評論 因為已經混了其他東西來講了 那現在你是有精準打擊能力 你能夠精準打擊 那你之後能不能夠去排除到干擾 你會令到電子對抗更加更加好 那這兩樣是不同圍道的東西來的 那我只能這麼說 有了這個系統 在對於配合它要去攻擊目標的時候呢 那就一定是令它可以做得更加的精準 那這裏又讓我先說一些基礎原理的東西 大家不要延悶 但是其實你會發覺那些計時科技 離不開那幾種概念 就是小時候 大家有沒有試過去做小學 要你做一個習作是什麼呢 用一條25厘米長的繩 綁住一塊東西 然後變成一個鐘擺 那出來的鐘擺 來回一圈大約是一秒的了 那這個我們就覺得 原來很容易自己一個手作仔 做到一件事 就幫我一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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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計時了 那樣東西 這個鐘擺其實是一個震動器 它會來回不停重複自己的運動 那很久很久以前 你說 你說如果說 未有現代科學之前 什麼地方能夠給出最精準的報時給你呢 不知道Larry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呢 我也想不到 比如你說200年前 或者300年前 就是 你說 你說 我們聽過中國古文化 那些什麼 銅湖滴漏的東西 那些水滴多久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但是不止這種方法 就是 接著你看功夫片 就說 你要你扎過馬一炙香時間 那炙香大一點 還是小一點 你都不同時間 那如果在西方來說 聽過 就是 那些人要看鐘 他會去哪裡看呢 看鐘 就放在一個教堂裡 就是 全教士 就是最擅長的那些鐘 其實就是 那些鐘 還會是 從西邊 拿到東方 獻給皇帝的 所以你去到紫禁城 是超多鐘的 那些鐘還要是全教士 會弄的 就是 就是不只是 就是貪得意 會定時定後 就是那個鐘很漂亮 有隻 就是 有隻鳥會跳出來 叫幾叫 然後還有很多很fancy的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 這些這樣的做鐘的科技 其實 就是無論你是一個很大座的鐘 就是很小規模的那些鐘 它都要求一個 很穩定地在裡面 放下放下震動的一個裝置 那麼我們剛才說的那些什麼 五連五差少於一分鐘那些 很多時候就依賴那些石鷹 那些石鷹就每秒就震 三萬幾下 是一種這樣的物質來的 那麼我們其實就是 去找 嘗試找一些 在世間上的任何的物質 任何的零件也好 任何的材料也好 它能夠在一秒裡面 給出一個非常穩定的震動次數 那樣東西就是我們的oxalator 然後就拿它來 去幫我們計算一下 那些東西是多少千分一秒 多少十分一秒 還有幫我們計算多少個鐘 那些這樣的樣子 所以就是石鷹錶就用很久了 因為是一種很便宜 很chip的材料 又很硬正 那麼它就 一秒鐘和你震三萬幾下 那麼所以呢 那個五差呢 都算在我們來說 挺好的了 就是你可能是幾年才要教一次錶 是不是 那麼如果以前那些 純粹上年的錶 又會差一點 那麼現在有些用到光學原理 很多都還在用普通石鷹 就是石鷹的科技 那麼這個就講遠了 那麼到了我們現在是要到 科學實驗級數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一下 世間上還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在一秒裡面 給出一個非常穩定的震動數目的呢 那麼很多時候就會想 打什麼主意呢 就是打原子的主意 嗯 為什麼又要想到這件事情呢 如果說回石鷹這種材料呢 你的溫度高一些低一些 它每秒的震動次數會不同了 那就是說呢 你如果那個溫度太極端 太不穩定的時候呢 它給出來報的數字又不夠穩定 但是譬如好像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講的那些 那些Cesium 那隻色這隻元素 做原子中的話呢 為什麼用它來做呢 就是因為在原子上面 那些電子跳來跳去呢 它是那種跳來跳去的頻率 就是它一秒鐘跳幾多次的那些次數呢 是跟那個溫度呢 就不是太相對的 你周圍的溫度 就是熱多一些和冷多一些 它都給了一個很穩定的震動次數給你 那大家就想 不如拿那樣東西幫我去數 就是幾多為之一秒 那就是從最開始 拿著一條25厘米的繩 去放一放為之一秒 到後來 每秒震32,700多下的石英 為之一秒 跟著再跳到去就是 那個鐘 就是那個原子 每秒 就是裡面那個電子 從一個能階跳去 從一個能階中間彈來彈去的時候 一秒跳了不知幾多十億下 就為之一秒 那而呢 我們看到 如果再改用這種叫strontium 的材料 再把這個材料 放在兩束對撞的激光中間那裡鎖定了它 令到它的位置 和它的溫度變化 都能夠鎖定一個很穩定的位置的時候 再觀察一下它上面的那些電子 在某兩層之間的震動 發覺它的精準程度 比起Cesium 可以更加好 因為它的震動可以更加 一秒之內震得更加多下 之餘呢 還要是它那個報出來的數字可以更加穩定 那所以呢 就拿了這一種這樣的原子裡面的電子的特徵 來去做這個計時系統 那你可能會問 實際上 我怎樣找什麼來量度呢 那這些就是很精密的光學科技了 那你就要用到那個激光來量度它了 就是震了幾多下 這樣為之一秒 那你用光去做這些東西呢 那個反應就可以很快做得到的 那但是基本的原理就是 它利用到有一個標準的震動的頻率 它就成為一個很好的計時裝置 那你要掌握到 能夠將這個元素 它本身這個基礎的量子物理特性 變成一個儀器這件事呢 就是這個中國今次中國科學院這個團隊 這麼辛苦去克服的其中一個步驟 那終於就練成了這個計時神功 嗯 如果這樣 它距離現在 就是那個軍事的實際應用上面 它還有幾大距離呢 那這樣說 你不要想著這個東西直接變成 就是一種武器 但是它 你想一下 它能夠將現有的一些打擊能力 那個精準程度再提升很多 那就是它給出來那種軟實力 就是有一點像 你不是最後講了它現在練成了什麼新的武功 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現在內功的能力 深厚了多少 它打通了哪個經脈 其實現在的情況又有點這樣 是 所以我自己會認為呢 去到這個層面呢 那個 它去量度某個座標那個精確的程度 它整個北斗系統接下來去量度那些 位置和時間的那個不差呢 就會大大收窄 從而可以令到呢 它就算不是用在北斗系統都好 它在一些地面的基礎科學實驗那裡 都會有幫助 然後呢 就是萬一在軍事的情況裡 你要去把某一件事 去在一個很精確的時間 就要去做到哪個的命令 達到一個什麼的效果 它全部這件事就可以掌握得更加好 所以應用的潛力就無限的 這個呢 我們都繼續觀察 當然現在呢 這個中 剛剛做過出來的 究竟它實際的用途是怎樣呢 我想它有更加多的數據要公佈 讓我們科學上可以多一些的考究 就是考證這件事 好啊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種Optical Clock 中國都急你直追去做的 都挺明顯的 其實就在太空科技和軍事科技上面 那個追趕呢 沒有案無知的 那世界各國呢 其實都是這樣的了 就是那個科技啊 其實上呢 都一定是每日向前 每日正盡啊 那大家呢 也都支持呢 就是包括我們啊 就是科學新知 和NHK呢 都真的要每日都向前走的 所以大家記得了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那也記得呢 就是多多給like啊 訂閱這些都不會停的 好 那我們在下一集的這個科學新知 再和大家再見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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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